随着华语学习人口的增加 教育部特设立的国家华语测验推动工作委员会 简称华策会 10月15日在台师大召开华语文能力测验结果记者会 华策会将成为研发与推广台湾品牌华语文能力之专责单位 中卫母语非华语人士所设计的华语文能力测验 从开办考试以来 台内外报考人数已累计近15万人 其中海外施策记载奥地利、越南、厄瓜多、日本等25个国家 49个地区进行测验 来自布吉纳法所的南节度 从2012年参加华策会的正式考试与模拟考试共计7次 今年5月通过进阶级 和来自泰国的胡立英也在记者会上分享经验 记者会除展示华策会历年成果之外 华策会为了与华语教学机构建立友好关系、资源共享 亦积极与台湾华语教学机构建立策略联盟 与淡江大学、东海大学、嘉义大学、南台科技大学及中山大学等校 进行签约仪式 由六所大学成立的华语教学机构策略联盟 要将华语文向世界推展 校园记者陈威、陈佳萱采访报导